大家好,我是西瓜 《唐人街探案3》上映后 很多人直呼剧情很像柯南 其实我觉得并不准确 严格来说 应该是前半部分手法向前期的柯南 而后半部分乱七八糟的家境 和凭空出现的动机 以及突如其来的煽情 凭良心来说 最多像柯南中后期的动画组编剧 在一周内用脚赶出来的剧本 今天要说的 就是和电影《唐三》里的作案手法 如出一辙的剧集 那就是海外插风版103集的动画原创案件 离别没酒杀人事件 看到没有103集 我可在20多年前就玩过了 这天毛利大叔受到了一个委托 由于甲方身份特殊 大叔这次特地租了辆车 携专业团队上门服务 只见大叔脸色不太好看 原来委托人是一个腰缠万贯 但名声狼藉的地产业会长 虽然现在很有钱 但年轻时造了不少孽 给这种人办事 显然有为大叔的三观 哼 要加钱 柯南看出了毛利的心事 原来事务所最近都没收到什么工作 大叔万般无奈 只好出来杀个会长 很快 虽然就到达了一栋大别墅 这便是会长家 管家大叔负责接待 走进别墅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而走廊外的院子里正公筹交错 管家解释说 今天是会长的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 他们都会配合会长的大寿 举行家族聚餐 多么好的日子 特殊请了毛利 三人在带领下 静止来到了会长的房间 会长名叫世川 此时他正一脸严肃的 趁活着让私人医生检查身体 看到毛利到来 他没有多说 就吩咐管家撤出一张支票 毛利结果销售端详 上面的数字让他有点失望 十万块 合人民币六千零七十三 你也好意思特地开张支票 你把我毛利小五郎看成什么人了 场面有点尴尬 幸好柯南注意观察 直见他捞住支票 便马上发现 说说这不是十万块 这是什么 一百万 坦人真准 看到毛利的表演 睡穿草面露无语 因为没想到这么短短的时间 这位大侦探就暴露了自己的业务能力 不过来一度来了 世川桑还是选择继续自己的错误决定 哼 这只是定睛 只要你把事情办完 我还会给你一百万 老爷子这话有点危险啊 要知道科学界 为了让毛利收不到尾款 已经牺牲了多少家方 世川老爷交代起了委托 原来世川桑有两个女儿 且今天都会参加宴会 毛利需要做的就是 认真注意他的两个女儿 在宴会上都做了啥 付个硬而已 还要请明智男观察 看来是血腥敷衍故事 这时一旁的私人医生 医生哥表现出了高情商 他表示这种迫使 他这个外人是不是要毁病一下 然而世川桑阻止了他 并让他跟毛利说明一下 自己目前的病情 一等下给法医做参考 医生哥面目冷峻 面无表情 道 一言以蔽直 会让目前身体不是很好 如果他继续工作 就可能会使 通俗应动的交代 让毛利这个粗人都瞬间明白 于是世川桑继续表示 说他其实就是想趁今天这个机会 宣布辞职 柯南立刻插嘴 所以按照一般套路 你是想从两个女儿中 跳一个计程会长咯 此言诧异 按照一般套路 世川桑的计划 应该会终止在辞职那里 世川桑十分冷静 他表示那倒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观察结果 是两个女儿都不亲 那 那我宁愿去买基金 说到这 世川桑面色复杂 他表示今天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毛利大侦探 应该不会掰来 现在就请他伪装成客人 开始接单 这让柯南也明白了 自己过来的意义 原来是为了给毛利的任务 做演示 啊 Boring 话门一转就到了晚上 但宴会的氛围才刚刚点燃 只见毛利大叔 趁着目标还没出现 先开始了狼吞回宴 万一最后又拿不到尾款 一顿高级餐 也算及时止损 而一旁的柯南小兰 就十分思维 这时管家看不下去了 过来提醒起了毛利的重任 看那就是我们的大小姐 叫大美 您赶紧去过过眼 只见大美十分美丽 浑身散发着知性的硬鼠气息 原来她在经营画廊 看到毛利这个陌生人 她静止走了过来 落落大方 买画吗 毛利小作寒暄 说她只是会长的朋友 这时会长家的二小姐 二美也过来了 她的目标不是毛利 而是为了在毛利面前 咽语一下老姐 哟 你也能来参加呢 我怎么不能来 谁还不是个富二代 哈哈哈哈 听说你的画廊被告了 让老爸拼一拼了 去 你还因为跟老爸吵架 创一下嫁人了呢 你说啥 巴拉巴拉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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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果然是亲生的 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 主听也都是副辞女校 这让毛利十分无语 顺手就写下了 价值一百万的笔记 这两个人的性格 都很有问题 事业越朗风轻 宴会还在继续 柯南去上厕所 果然没有白去 出门时她发现 走廊上越过了一个 窈窕的身影 老柯当然是跟了上去 原来那身影 正是大小姐 大美 柯南透过钥匙孔看去 只见这个美女不卖话 静偷偷来到了仓库 然后亮出了一瓶小玩意 从她狡黠的表情来看 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后阿美就用一个注射器 把小瓶中的液体 透过软木塞 扎进了一瓶高级酒里 柯南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正想做点什么时 一个毛巾突然从身后盖了过来 翻手就捂住了老柯的口鼻 刺激的味道 让老柯瞬间神志不清 是 绿本一同 又名二 由腐蚀镜会造成灼伤 浅层或深层角膜炎 吸入可引起 婴猴炎气管及支气管炎 凝重者发生肺水症 皮肤结束 则会导致皮肤灼伤 到底是谁 宴会上 小兰已经找不到柯南 而会长世川 看大家已经玩得很开心 决定趁热宣布一个打击人的消息 我决定退休了 而公司 我决定卖掉 员工们十分震惊 会长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不管 这是我的自由 你们失去的只是饭碗 而我 身体都不健康了 世川桑表示 卖掉公司后的钱 他也不打算分给这里的任何人 包括两个女儿 哼 有意见就来杀我 这让两个妹子大惊失色 另一边 柯南从黑暗中醒来 却发现自己被锁在了一个 叫火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地方 可恶 那女人一定是在酒底下毒 我得去阻止她 画面一转 世川桑这边 两个女儿已经和她来到客厅 亲情谈话 包里则称职的处在一旁进行观察 二妹道 爸爸 你是知道我的 我不坑了 大妹道 我也一样 说着大妹就拿出了一瓶红酒 高贵的酒瓶里 出了五七年的葡萄 还有她在仓库里 额外加的料 来买上 另一边 柯南在黑暗中对门许久 结果仍是徒劳 这时 她终于发现了一个 欠踢的收音机 咚 柯南破门而出 鄙视的她还是一双反脚 竟然还有点痛 结果柯南还没缓过神 包远处的客厅里就传来了尖叫声 老柯闻声赶去 只见客厅已经一片混乱 而会长试穿嗓 正倒在人群中 专业的医生阁予以施旧 毛利处在一边厌实不能 众人紧张为官 医生阁手段专业 一轮操作猛如虎 又是人格呼吸 又是心肺服从 最后终于宣布 会长去世了 起来霸惊 木屋警官瞬间赶到 喝完酒就死了是不是 木屋警官面色无形 但大美却面露无辜 于是二美看不下去了 他的酒里一定下得多 我爸爸身体是不好 但也不至于这么不惊合 不信你问医生哥 医生云已肯定 是的 死的是有点突然 于是众人历史炒作一团 木屋警官表示 先送下大家身上的东西 这一搜 他立马发现 大美身上竟然带了肌肉持环境 医生哥寿命点评 他表示这个玩意儿 正传人打 会觉得肌肉有点松弛 而是穿脏 这种有心脏病的人打 就可能当场去世 我去 木屋警官瞬间下班 我抱歉 木屋警官留了下来 这波破得太快 还没来得及问动机 二美洋洋得意 说大美肯定是为了遗产 他可真傻 不管老爸怎么说 我们都是有一部分可以进程的了 二美十分开心 春风得意的样子 完全不像刚死了老爸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会长倒下 有多少人过年 这让柯南也起了疑心 他确定在酒里想要的是大美 但乌云他的人又是谁 是二美吗 他发现了大美的阴谋 并为了不让我阻止 把我关了起来 这时 会长起零了 突然从身上掉下了一个钥匙 柯南赶紧捡起 并询问管家属 管家莫干眼泪一阵断响 立刻辨认出这钥匙 是开地下室的 也就是刚刚关柯南的地方 这让柯南又暗自起义 心说难道乌云他的人就是会长 他怕自己阻止大美杀他 所以把自己关了起来 柯南没法说服自己 也不敢乱说 否则木警官会相信 就在这时 柯南忽然发现 那幅挂在客厅里的 四川藏的大肖像 其夜深竟然在发光 原来会长四川藏 在这幅肖像画的右眼里 放了一个迷你摄影镜 于是柯南顺着其电线 摸到了一个楼上的房间 只见这里是一个放映室 可以看到迷你摄影镜 拍下的画面 老柯立马查看 这一遍 他就发现了一个巨大滑点 接着柯南又回到了案发的客厅 对着一株盆栽闻了闻 只见绿纸的味道十分清新 但土壤的气息却格外香醇 这个味道 是57年的葡萄 柯南立刻明白 四川藏其实根本没有喝下毒酒 他早就知道大美要毒杀他 所以只是走到了盆栽边 洋装品酒 实则未盆栽 但所谓帮人帮到底 演戏演到心 接着四川藏又假装中毒 到底扭去 目的就是想看看两个女儿的反应 为此他还准备了迷你摄影镜 这个老父亲为了观察女儿 真是煞费苦心 可是问题来了 四川藏为什么真的被毒死了呢 想着柯南就回到了楼上的房间 再次重播 那透过瞳孔记录下的画面 只见会长倒下后 众人的行动一目了然 因声歌急救 其他人为官 而在这一片混乱中 柯南看到了真相 就在这时 毛利大叔竟被随着柯南找了上来 他来得显然很及时 可称 柯南一个回军 当面射晕了毛利 这波是直接扎脸 众所周知 人的脸上有危险三角军 还有眼珠子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 这麻醉针不挑点 二 毛利哪里都紧张 毫无破绽 此时 可听里 一项话少的一声歌 这伙却在不住自责 而木木警官 竟然还没下班 可能是觉得 今天的程序 少了点什么 就在这时 会长又协力了 哦不是 只听会长的肖像话里 突然传来了毛利的声音 原来是柯南 开始了推理 听到柯南的忽悠 众人全部感到了放影视 只见这次的柯南 很有良心 给毛利摆了个 罕见的骚气pose 柯南告诉众人 其实会长 根本没有喝酒 毕竟当会长的 亲手女儿的酒 谁敢喝 说着柯南 就让小兰打开了录像镜 里面是社长 一度装死的证明 只见录像里 会长确实把酒倒掉了 可是他最后 又确实死于 中毒引发的心脏病 柯南缓缓解释 这就要从会长的目的 说起了 原来 这一线 都是会长试穿嗓策划的 无论是 顾毛利 安度饮精 还是甲子 原本 他是想假装心脏病发 然后观察 两个女儿的表现 可是中毒 他发现了大美小姐 对他的杀意 于是他稍微改变了计划 选择了将近就近 所以 罢兴 所以他才会装死 柯南表示 真正的凶手 选择了更直接的杀人方法 不过 要说方法是什么 小兰暂停 只见小兰一个暂停键 凶手就出现了 那就是 医生格 分离很简单 既然会长得心脏病 只是一场表演 那么 作为私人医生的医生格 肯定会发现 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医生格 也是这场策划的知情人之一 他在会长 夹死倒下后 以大针救人的名义 当着众人的面 给了会长一针 肌肉吃缓劲 然后嫁活给大美 柯南还要表现 虽然我不知道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啥 但我都敢猜测 是愁傻 因为作为一个私人医生 他实在是有很多 杀人戏无声的方法 但他却选择 这么直接的手段 只有可能是为了报仇 更何况 对方是个会长 医生格 没有挣扎 也没有跪下 一个低头就承认了罪行 找了个座椅 就说起了动静 那是一个关于爸爸的故事 我的父亲 曾跟试穿那个家伙 一起打拼 可是后来 却被他背叛了 从此我的父亲 便一蹶不起 凄惨度日 最后终于在我小学时 跟母亲一起孕育而终 后来我做了医生 再次遇到了那个家伙 可是他竟然 根本没有认出来我 我不能原谅他 说完故事 医生格恢复了沉默 案子也结束了 收拾完一些后 二美非常开心 说接下来就要忙于 接受遗产了 还好你爸爸被送走了 不然观察完 也要被弃死 然而这时 玩家告诉二美 其实四川老爷 早就立过一份遗嘱 说如果自己 真的遇到什么不测 就把家产 全部捐出去 看到没有 请毛里是要立遗嘱的 二美非常炸毛 然而这时 木木警官又突然补刀 哎 木木警官居然还没走 你这集到底想带走几个人 二美小姐 你好像 甚至处理过 你父亲公司的股票 对不对啊 董事会已经以道理 公款的名义 告发你了 我 我没有 带走 木警官不仅狭举广 业务也很广 经济犯罪竟然也负责 最后 毛里一醒来 发现自己果然失去了违换 于是大呼不爽 小梁安慰他 死了这条心 毕竟离来这一趟 人家已经家破人亡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 和木的家庭关系 要在平时培养 古老的试探 只会让人心凉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